上海崇明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和旅遊業 由曾經的小島荒攤變為美麗鄉村 上海崇明區的園藝村 有中國瓜子黃羊之鄉的稱號 全村超過八成村民 種植過千畝黃羊 花圍 為盤景園藝提供原材料 66歲的村民茂錦昌 原先出自興趣栽種一百棵黃羊 沒有想到近年成貴詐欠的好途徑 除了種植黃羊 原藝村也透過修復河道生態 重塑農家風貌 發展鄉村旅遊業 而位於崇明最東端的盈東村 被稱為太陽村 很多遊客慕名前來 迎接早晨第一旅陽光 村裡面的民族體驗館 可以買到上海非物質文化遺產 崇明土部製作工藝品 店員說產品銷路好 有不少外國客人訂購 這條村去年接待超過7萬個遊客 旅遊收入超過1,700萬人民幣 鄉村旅遊市民提供 特別是山海大城市的市民 它有種相關的農村 崇明區將會承辦 明年舉行的中國花博會 310畝崇明智衛生態花委員即將啟用 為這裏帶來新機遇 無線電視記者 賴海情報道 投票 從現在 請以升至吉他 感谢观看